热闹的主题乐园摊位加上珍珠奶茶 舞台上醒目的Panahonsa Taiwan 使菲律宾与旅游台湾正是时候的意思 这是台湾观光局为了促进非国民众来台旅游 率领业者赴菲律宾举行旅游推广会 为期两天的展览在马尼拉市掀起一股台湾旋风 明年是我们的小镇漫游年 所以我们在未来也会针对这样的主题 搭配我们的主题乐园 搭配我们的美食跟温泉去做更多元的宣传 近年来非国来台旅游人数逐年成长 诸菲代表处表示 在延长菲律宾国民赴台免签待遇的措施下 今年1到9月已有39万人次造访台湾 观光市场潜力十分可观 有很多菲律宾人是自由行到台湾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自由行的菲律宾观光客 有更多的方便 更多的便利 更多的资讯可以使用 我希望我们在年底之前 能够达到50万菲律宾观光客去台湾 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发展快速 极具观光市场潜力 台湾也对非国提出许多旅游优惠 观光局计划未来以小而美的方式 在非国各大商场巡回 持续推广台湾观光